这就是揭发球遣弓 这是揭发球最有效的手段 1-2 1-0 1-2 你看这些年这个不仅仅是亚洲包括非洲的平方球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你看这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技术动作各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 3-2 另外这次你在北京也是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中国平方球运动员的表现 你这次对马龙整个奥运会的表现你有什么评价 我觉得属于正常现象 你记得去年咱们这个蔡老师咱们一起解说的时候 就是我就说马龙 今年的这个马龙属于是它的鼎盛时期 鼎盛时期什么 当打之年 为什么说它当打之年 并不是说由于它某一个点 而是几方面的条件 全部都凑在一起 在这个点上它一定会爆发的 也就是除了它技术上的这个娴熟之外 另外一个还有它心理上的这种成长 一年一年的这种成长 让我们看到了它的成熟和稳定性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打球的这个思想 面对对手的这些变化 它有很多办法 就是乒乓球比赛呢 可能临场会出现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 那么对于乒乓球运动员的这个应变能力 以及经验上来讲 这一方面又要求很高 所以在这方面呢 就是这个经验的积累 那么马龙也到这个点上了 所以思想心理技术 再加上它的年龄体力 决定了它今年 应该是奥运会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男单冠军吧 属于是它这个运动生涯当中 应该说是顶峰时期 没错 但是在开始那场比赛呢 因为是我讲的嘛 在开始的时候呢 那个中央电视台记者白岩松 还专门跑到那个我解说那个位置 当时问我说这场比赛是不是你很期待 说大家都很期待 我也说我说确实很期待 但是实际我心里当时也想 说这场比赛 是不是会打得不好看 结果呢 最后马龙一上来 就是一边倒的形式 压住张吉克了 对这个有什么评价 人们开始认为是可能是一个非常紧张的 一个打得非常难解难分的 这么一场比赛 最后变成一边倒 嗯 这个一边倒是一种技术上的体现 但是呢 这个里边内在的就是马龙心理上的成长 在这个奥运会的决赛上 它证明了它自己确实是成长了 那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这个马龙就是现在的技术状态是最好的 张吉克的技术状态有所下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还是希望张吉克能够创造奇迹 就是还是抱有一线希望让他创造奇迹 毕竟张吉克如果说拿了这个双满罐之后 是这个前无古人不能说后无来者吧 就是很难达到的一个人类很难达到的一个一个高度 所以这个应该说大家有期盼 但是这种期盼呢被马龙的这种应该说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成长 才能把成熟的技术带出来 这个是才能出现一边倒 这个你说谁都想一边倒压到一切的这个优势 谁都想这么做 但是你这几方面的素质凑不到一起的话 就很难达到这个很难达到这种这种比分吧 所以这个技术它是个基础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实力 没有这样的技术基础战术基础 你就不可能打好 但是心理呢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个闸门 如果你这个心理没有调整好的话 你的技术出不来 所以就刚才刘伟也讲到了 就是马龙呢在技术上战术上心理上都达到了一个统一 所以马龙在那个时候呢 他的技术就充分的发挥出来 因此一上来呢就压住了张吉科 到第二局以后基本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但是张吉科也是碎败优荣 因为在整个的过程中看着他一直在捂腰 他的腰呢是在一直在训练过程中啊是有上 你看这个马来西亚的小伙子球还可以啊 能打到9分 但是马龙的第一局的输入率还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在对拉的过程中的输入率明显的增高 就可能跟他刚从奥运会回来进行调整 再加上可能活动也比较多 有关系 你像马来西亚 泰国 好像我印象中 中国都派过很多的教练到那去 包括就是马来西亚离新加坡很近 现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的这个华人吧 就是中国籍的这个运动员打球的 在教球的这个在学校的在外面陪练的特别多人 应该是将近100人 所以说这种我觉得这种普及这种人才的输出 会对当地的这个乒乓球运动的这个提高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输出的一方面是人才 更重要的输出的是一种思想和意识 其实这个乒乓球怎么打 怎么打 我觉得要通过中国人的思想 去输出这种乒乓文化 其实从这个整个人的生活状态来讲 其实这乒乓球输出也使他们有了用武之地 对 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技术公主 是吧 他在某一个行当里头有这个技术优势 所以就更容易就业 同时到世界各地去待遇都比较高 对 你像这个咱们的近邻日本 其实在日本就是打球的中国人也非常多 并且你像他那些什么妈妈桑 就是那个妈妈球队的这种陪练 对陪练有很多有很多中国人在那 在学校里有很多中国人在教球 那么现在日本呢 一方面中国输出了很多这样的人才 他更大的转变是针对2020奥运之后 他有一些举国体制上的一些改变 改变之后 那现在这个日本对这个15岁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培养 也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都还在用李小霞叮咛在打比赛的时候 就是二十几岁的人 他们在用15岁的人 我觉得日本这个呢是这个不能说这个断腕行动吧 也这个断层 他宁愿那几层运动员我给你舍弃 之后我来培养2020的这个用前瞻的眼光来培养这个2020的这个运动员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措施 没错 并且都已经已经你看 我觉得我对中国女队有一些担忧 虽然现在冠军都包揽了 但是我们可以用前瞻的眼光看待十年之后的女队这个发展 十年之后的这个发展就是现在日本的这些小将都已经具备了就是大赛的经验 这就是财富 但是咱们呢15岁的小孩现在就是还没有进入到拼超 还没进入到可能还在打少年比赛这种阶段 这种我觉得就是一种一种反正有点滞后吧 像以前这种现象基本上都是中国队的年轻运动员在打人家的老队员 就是还能还能获胜你说这怎么打 但是现在咱们的优势呢就是也能获胜 但是只是说获胜我们的年龄优势经验优势 所以说这一块还是不要放弃 没错 刚才前实力冠军北京大学的体育健人士的副教授刘伟给大家特别提示 就是目前日本队的这个断腕行动也可以说是断带行动 省了中间几代人 然后直接从小孩抓起来 然后在2022年的这个奥运会准备呢 能够出成绩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定压力 7 我们现在就是从画面上看到的这个马龙啊 蔡老师你看跟奥运会 跟奥运会上的这个马龙的这个精气神 以及他的状态就不太一样对吧 这个一方面运动员他有一个调整周期 大赛刚结束之后他再迅速的就是紧凑起来 这个需要一个调整的这个时间时间段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跟蔡老师在分享一个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冠军 你这个冠军你这块金牌有没有价值取决于你的对手 是不是够伟大 如果说你的对手不伟大 你就像这种对手你赢了之后 你用什么样的状态去赢 也就是这个对手可以激发你的斗志 可以激发你的最佳状态的这个出现 但是如果说碰到这个对手很弱的情况下 你不用这个最佳状态你也能赢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觉得这个冠军来的太容易也好 就像中国队包揽四斤是就是悄悄的包揽了四斤 是吧不像女排那种那种波澜壮阔 打的这个这个惊心动魄的那种感觉 哎呀大家觉得看的很过瘾 但是我觉得就像这种这种情况呢 就是我看到现在这个现象让我对对手又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 没错 现在你看第一局是11比9马龙赢 现在第二局又打到9比9 说明马龙确实它整体的能力 现在是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主要的特点就是在最有把握的对拉的过程中 失误率明显增高 这说明它的熟练性可能现在不是特别好 就是我们讲的奥运会只要一个是调整 另一个可能活动多 训练的不太系统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10 这是第二局 第一局马龙是11比9取胜 这样马龙又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这两局的比分都非常的接近 两分球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秦志简在给马龙做指导 秦志简是左手直握球板的拳手 所以他在打球的时候也是发球前三板比较好 岁月不饶人啊 你看秦志简现在也是白发 两冰白发 现在国际平连的公开赛数量比较大 我记得最多的时候好像前年是什么时候 大概有个16站 那么现在国际平连好像也在整顿 就是要抓这个竞赛的质量 那么据了解呢 在明年可能又回到12场 那么在12场里头呢 它将分两个级别 一个叫黄金赛事 包括中国公开赛就是黄金赛事 这个黄金赛事特点的就是奖金数额比较大 积分比较多 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 所谓的这个普通的赛事 一共12站 你像包括有些像美洲的一些赛事啊 这个都是属于普通赛事了 你像科威特的中国公开赛 包括这个德国公开赛 这都是比较高的 这次比赛呢我看了一个资料 好像是达到了33万美金 那这个奖金的数额是很高的 这在中国公开赛在成都 这是第三年 应该是这个合同是签到明年 就是中国公开赛在成都 所以现在全国有很多地方都打这个乒乓文化的牌 因为你像这个世界四大网球公开赛 大家注意到了每一个网球公开赛 像澳大利亚像美国像温布尔登 实际上都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品牌 同时呢也是一个城市的一个文化的营销 那么中国现在也是开始在这方面 很多城市呢都利用乒乓球文化 来增加这个城市的软实力 有点像这个城市形象推广 对你像成都是一个吧 包括全国锦标赛刚赛完 你看安山 包括你们老家那儿 这个浦阳 他也是这个在25号好像有一个叫 世界乒乓球明星对抗赛 中央电视台在周日下午4点钟 我看好像也要直播 这都是非常好的现象 但是更重要的就这种大型活动 就像G20 这个通过G20 让全世界认识杭州 我觉得这个就城市名片 这个含金量就比较高了 所以就是城市的推广 有的时候呢是需要大型的活动 但是G20是带一个政治和经济方面 一个很重大的活动 但是体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 城市推广的一个方式 特别是国际大赛 包括在中国呢就是民族大赛 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推广 今天我们看到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年轻的运动员梁志峰 这可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能跟马龙对上手 在这个接发球 发球抢攻 第四版 包括上手以后的主动相持 被动相持 这一系列的技战术里面 都有相对的一定的实力 你看这个对拉 但是这个比分让我们看到 就是马龙对于这个对手来讲 应该说还是近在掌控 前面可能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身体状态的这种调整 不是最佳状态 松几个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打到10比10 9比9的时候 这个一抓紧一控制 这个球呢 就应该还是在 近在这个掌控当中的 像类似这种年轻运动员 蔡老师就是说 他的大路球很好 他可以你看他 我第一局上来 我就看他这个小孩 就是上来就发长球 你一般跟高手来讲呢 就是这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招数的 一般出现这种招数 就说明他心态好在哪 上来就抱着跟你拼刺刀的状态 在控制范围当中 这个球很漂亮 这个调打 像这个运动员呢就是 他有的时候球呢 是打得非常有锋芒 但问题你不能够保持长久 你不能保持说我这个下一个还有 对 这个就是一个重大的差距 所以在乒乓球比赛里边 打一个好球谁都能打 问题是你能有多高的概率 你像马龙可能90 95 你呢可能就是20 30 那这个差距就非常大 并且蔡老师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因素没有计算进去 就是这个百分之八九十 那个百分之二十几的这种比例 是在什么状态下 嗯 就是你在大家都放松的状态下 可能是这种这种情况 没错 但是如果说到了九比九的时候 他可能连百分之二十几都达不到了 没错 嗯 就是随着比分他的心态会有改变 嗯 心态也有改变 他那个比例也会有改变 有改变 对 所以这个高手就在于什么 在于越是大赛 可能他不受影响 反而还兴奋度 技术水平发挥更好啊 这就是高 比赛是采取七局四胜制 这双方的这场比赛呢 是整个比赛的第一轮的比赛啊 也是应该是第一场 因为马龙是排在了第一号位置 那中国队呢 这次呢参加的比赛人也比较多 参加这个公开赛是 我看名单里头好像应该是六个人 啊就是马龙啊 有张继科啊排在第16号位置上 那么在上半区 在下半区呢就有四个中国运动员 啊有许新 有25号位的方博 27号位的周宇 32号位的樊振东 女子运动员呢也是有六位参赛 啊第一位刘世文 然后四号位的啊就是王曼玉 16号的是朱宇玲 17号的陈梦 26号位的陈姓彤和32号啊就是丁宁 嗯 作为女队来讲 应该说三个梯队的这个主力阵容全出来 嗯 这是陈梦 朱宇玲 这是第二梯队 王曼玉 是吧 王曼玉 陈姓彤 第三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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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比赛的进程我们看到这个马龙的状态也越来越好 他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二 五 6-2 7-2 3-7 4-7 7-5 7-6 你看这种球的失误 明显的感觉到在节奏上 在时间空间的关系上 现在就是掌握的不是太好 6-8 6-9 这样场上比分 16-9 9-7 9-8 1-8 9-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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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10 这是马来西亚的选手梁志峰 现在梁志峰发球 所以对这种突然搓短又搓长的这种不规则的球 像那一般水平的运动员来讲就很难应付 这也要求这个节奏调整 观众朋友现在您看到的是在成都举行的中国乒乓球公开赛 那么在第一轮的比赛中现在马龙是4比0 战胜了马来西亚的选手梁志峰